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一些台灣的事情 原來有一些移到台灣的黃絲在台灣那邊犯案 犯案之後他就好像對香港警察一樣 誰知被人罵到飛起 還要把這件事爆給台灣的傳媒 說香港這些黃絲真是非常低質 那香港的黃絲又是怎樣 待會就跟大家去踢爆一下 既然說到台灣的話 相信大家都非常想跟進一下陳同佳事件的進度 原來陳同佳現時位置是被台灣列入了黑名單 是永久不得過去台灣的位置 所以他在台灣有沒有被定罪 為什麼他要被列入一個黑名單 其實是非常無道理 他只是想把這件事無限期發酵 這件事又是怎樣呢 最新處理的方法 又沒有什麼處理方法 待會就跟大家講講最新的陳同佳事件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個傳播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就是想說有一個移到台灣的男生 相信他很快又會被人驅逐出境 有機會要把他送回香港 那他是誰 他需要醉酒駕駛 有一個香港男生在台灣 在那裡移到台灣的那個香港男生 即是黃絲黃絲 被這個台灣的警察捉了 他一開始的時候 假裝聽不明白台灣的台語 接著又聽不明白普通話 那怎麼辦呢 假裝鬼仔 假裝鬼佬 結果台灣的警察就在那裡 咬他 就說 這裏台灣 講普通話 講中國人的東西 即是什麼 講中文 據這個ETTODAY的一個台灣媒體報道 就說香港的一個男子 就在幾天前在台灣省的高雄那裡 就是駕駛的時候被查 在警方的要求之下 這個男子就好像配合一個出野測試 但其實不是的 接著他詹加伊辦聽不明白普通話 還在那補他的英文出來 搞到這個在場的警察非常之生氣 他就說這裏台灣 講中文 這件事到底是怎樣 那個報道就說 台灣省的新興分局五福所的巡警 那個巡警組就在日前的下午 不是 凌晨五點多的時候 去巡查這個京復興二路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25歲的香港黃絲 姓蔡的25歲 然後就在駕駛車 邊駕車邊駟手機 所以邊駕車邊駟手機很危險 所以他見到他這麼危險 就上前折殘 隨後警察發現這個人全身都有酒味 想對他去實施一個酒精呼氣測試 據報導指這個蔡某人 大家知道我們中國裡面 就說蔡藍芝的時候 他會說是蔡某人 沒錯 這個蔡某人一開始 就好像很配合 朗口 然後就嘗試吹氣 但是他就來了 他就玩東西了 好像在香港那樣玩東西 吹了好幾次 都吹不到 然後也吹不好 整件事是很不配合的 原來 然後台灣的警方人員 就叫他吹好一點 然後他就假裝聽不明白 也假裝聽不明白普通話 再聽不明白台語 再聽不明白廣東話 然後他就用英文 去跟台灣的警察說話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英語水平 是有多高的 現場的一些視頻 因為視頻有版權 沒有辦法上來 視頻那裡的 叫做 看得到 雙方在對峙期間 警察就在罵爆他 就說這是台灣來的 我不中文啊 OK 但是他用OK這兩個英文字 應該他英文有限公司 正式都OK 然後這個蔡某人 就在那裡練足 回應了幾個說話 I know I know I know 然後警察又在那裡 撤他 就說 你明明就懂得說的 在那裡假裝 蛤 然後這個時候 站在另一邊 這個蔡某人的身邊 警察的時間 就再跟他說 Speak Chinese OK 什麼叫Speak Chinese 就是叫他 說普通話的東西 但是你用英文 跟他說普通話 英文跟他說 叫他說普通話 什麼的操作呢 我就不太明白了 不過搞搞笑笑的 那他說 在警方通知下 這個蔡某人拒絕測試 要接罰款單 這個車也被扣查 這個車也被扣查 這個蔡某人才會 向警方用普通話回答 但是呢 就是反問這個警方 可不可以先看數值 然後再拒絕這個測試呢 這是什麼意思呢 可不可以先吹波仔 看看有沒有爆錶 才決定拒不拒絕這個酒精測試 他應該罪得很厲害 他罪到就是說我想接受了測試 然後再拒絕測試 你在說什麼 完全聽不明白 所以令到這些警方哭笑不得 基本上都已經可以肯定 這個香港黃絲是罪嫁的 警方當下再次說明 如果你拒絕這個測試結果的話 你也是要接罰單 又要扣車 那你那個測試結果 也可能會被提堂 他又再思考 仍然 就是拒絕測試 拒絕測試之後 警方就立即開一個巨額罰單 就是 18萬新台幣的罰款 大約5萬港幣的罰款 再把他的車扣起 加起來也起碼10萬港幣 他在玩台灣警察 然後台灣警察就用台灣法來玩他 如果這件事在香港發生的話 又肯定罵到上法庭 又說警權過大 又說這樣 但是 在 台灣那裏 那怎麼辦呢 沒有表情是暗春 當地警方就說 這個蔡某人 就是香港的蔡黃絲 原來 從事水果生意 這次 被扣查的 賓士豪車 就是他老闆的車 好厲害 開著老闆的車 原來這個蔡某人 去了台灣 起碼兩年 他在兩年前也有醉酒駕駛的紀錄 這次就是 這幾年裏 第一次拒測 因此他不得分期付款 因為他之前 還有醉酒駕駛的紀錄 再一個拒測 所以就要一次過要繳清罰單 如果不繳清罰單 有可能還有其他東西 跟手未 例如什麼 可能會被人 扔出台灣 等等的東西 不過 追加還追加 跟之前那些販毒 很明顯 最近就比較 暫時不容易 因為沒有人命傷亡 所以會不會被人扔回 香港呢 希望不會 留在台灣 繼續 繼續喝酒 繼續 開車 恭喜他們台灣 講台灣的話 我想說一個 就是陳同佳案 因為陳同佳暫時 已經是因為他的洗黑錢罪 而入獄了 然後再出來 差不多兩年 都回不了台灣 其實 一直都有一個管牧師 幫助陳同佳 他現在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域外法的方式處理 讓香港的法院可以處理一些域外的案件 但是說真的 現在才用一個 叫做成立一個域外法的話 是處理不到陳同佳的案件 為什麼呢 因為陳同佳的案件 是在 先前的時間發生 而我們香港是實行普通法 所以你即使 立了一個域外法案的話 因為普通法是沒有追溯的權力 所以 先前的案件 例如陳同佳的案件 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如果搞了這個域外法的話 可能 很多的地方都不需要再跟香港申請印度 依求警方 即是香港警方 用這個域外法在香港處理 對於香港的一個 很多的政治 的 談判權 或者各方面的權力 如果有了這個域外法案 我認為 香港是會少了 香港會少了一些 政治的國際權力 或者國際的 談判權 所以 我是一般的贊成這個法案 首先要跟大家說 我不是不贊成處理陳同佳的案件 而是有這個域外法案 都處理不了陳同佳的案件 所以 我暫時是反對這個域外法案 因為這個域外法案 會損害了香港和其他國家 去簽這個逃犯而交條例 的一個 談判權力 管道明強調 陳同佳仍願意自願去台灣 但是這兩個人 文傑之前也說過 管道明被拒絕 入境 被台灣那邊拒絕入境 因為那時候我爆了出來 因為台灣那邊 用了很多不同的手段 早前也有一些 他被人拒絕的時間 是因為有一些 犯暴派的 立法會議員 有直接聯繫到台灣民進黨領導人 那個 叫做直線電話 所以他就立即 知道這個管道明想著去台灣再談的時間 打電話給民進黨的高層 要他阻止陳同佳這個事件 所以令到管道明牧師就是沒有辦法在當時過到台灣 而這個事件都過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原來這個管道明亦都說 陳同佳 原本就是 不批他一個的簽證 現時原來是不單止不批他簽證 還已經把陳同佳和管道明兩個人 前往台灣的機會全部抹殺了 就是把他們兩個列作黑名單之中 連去台灣的公司查詢 機票的位置 航行時間等等 他們都會遭到這個航空公司拒絕 因為他們已經被列入了這個黑名單 所以他們早前想再查詢 在疫情下有沒有機會再去到台灣 拿起電話要查的時間 問他 那你給我一下你的名字 管道明 陳同佳 不好意思 這兩個人的名字已經被列入了在黑名單之中 同名同姓都糟糕了 所以這一宗 案件我相信都會是無疾而終 甚至乎 不想無疾 繼續疾一下 但都會是解決不了 現在 都是 搞不定的了 現在就說 管牧師希望政府想想 可不可以申請這個新的維奧法 令到 香港人在非香港的地方 俗稱的熟人 熟地等等 犯法的話 都可以在香港這裏的受審 但問題是這樣的話 就沒有了 現在逃犯條例 因為這樣的話 談判權力又少了 當然只是針對香港人 但是 這樣的話 是不是又真的好呢 對於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解決得到呢 我首先就是 我不 我不是很了解 為什麼要申請 域外法案 可能就是想 堵塞這個漏洞 但是 陳同佳這件事件 是不是 用域外法 就可以處理得到呢 根本是台灣省的方面 不合作 那麼 你 不論是做什麼法案 他都可以 不處理 是不是 你要他交證據 那麼 他就是不交 那怎麼辦呢 他說台灣案件 我不會交給你 這些台灣是機密 你又是處理不了 即使認罪也好 台灣那邊說 沒有證據 那麼 最終 不是一樣可以令到陳同佳 逍遙份外 所以域外法是不是真的可以解決這些事件呢 我又覺得不是 因為只要對家的政府不合作的時間 其實 你有什麼法例都好 你都是 搞不定的 你都是處理不了 甚至乎 有機會是 令到 逃犯移交條例要談的時間 可能是 那個的談判決定低了都不出奇 我不知道會還是不會 但我覺得 有機會 我覺得有機會 所以這個域外法案 我就保持著一個 不是那麼看好 亦都覺得 不是那麼幫助 這件案件 和未來香港 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就 一般的贊成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好嗎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明潔之 好了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好留言 訂閱 明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